哈囉大家 最近這幾天是不是也熱到你快要發瘋了呢 我們今天會練習幾個方式 來幫助你清熱、排熱 也會讓你的頭腦比較清醒喔 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我們先進行一個呼吸法 它是嘴巴吐氣 發出像噓的聲音 可以幫助我們清理這個上膠的氣 好 雙手指指護扣 然後放在下巴的位置 吸氣的時候手肘打開 然後好像要去貼耳朵 吐氣的時候雙手護扣 推著你的下巴往天空 然後邊把氣吐乾淨 最後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讓你的手肘可以護扣 我們一起再做幾次喔 吸氣的時候手肘打開 感覺要回來貼近耳朵 鼻子吸 吐氣的時候嘴巴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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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皮吐 好 可以稍微感覺一下你的身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刮一下肺筋 可以幫助我們散熱 我們就用你的腱直 兩隻手指頭併 刮哪裡呢 肺筋 刮小手臂其實就OK了 掌心朝上翻過來 然後偏外側 偏大拇指的這一側 手臂有兩個骨頭 大概刮在偏大拇指的這一側 然後你可以大概有手肘的這個位置往外刮 可以一次刮個50下左右 或者你就追劇就這樣邊刮 它就可以平常幫你保養肺筋 疏通你身體淤積的熱氣喔 好 然後你就可以換手 這樣就是掌心翻朝上 手臂有兩個骨頭在偏大拇指的這一側 大概從手肘彎彎的位置往外刮 往外順就好了 其實不用到真的很用力去壓到你的肌肉 就是在這個皮膚的表面 這樣子順過去 其實它就會有一些疏通的效果喔 市場保養我們的肺筋也會對你咳嗽滿好的 尤其大家可能有些朋友確診後啊 還是會有一些咳嗽的狀況 所以也可以刮刮肺筋保養喔 那如果是有發燒的朋友 則是由外往內刮進來 則是由外往內刮進來 那我們平常保養的時候就由內往外刮就可以了 追劇的時候啊 開會的時候啊 不妨都刮一刮吧 好 接下來呢 太熱我們可以按哪裡來解熱呢 我們可以按我們的大椎穴 大椎穴就是這個 你的脖子 跟頂椎跟胸椎交接這塊凸凸的骨頭 也就是我們看生機看多會凸出來的這塊骨頭 好找到這個骨頭 這個骨的下緣 會有一個凹陷處 你就順著這個骨頭下 然後會摸到一個凹陷處 你就可以在這邊輕輕化緣點揉它 如果你有器具的話啊 刮砂棒也可以輕刮 但是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因為這邊跟頸椎有關係 就可以這樣輕刮它 或者就是按壓剛剛所說的這個大椎穴的穴點 就這樣扁揉 扁揉也可以喔 最後我們一起順一下脖子吧 就右手往後碰到這個大椎穴的位置 然後往前順下來 然後左手也一樣 往前順下來 右左輪流 然後也可以按一按我們的風池穴 就是一樣在這個頭顱的下緣跟你的頸椎交界處 整骨的下緣跟你的頸椎交界處 這邊有兩個小凹槽 你可以讓大拇指插進去這兩個凹槽裡面然後轉圈圈 如果你的指頭不是那麼有力的話 你就也是可以用工具幫忙的唷 有的時候工作 到下午啊 加班啊 頭痛的朋友 按這兩個穴道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就在這邊介紹給大家囉 這幾個可以幫助你 清理身體裡頭的積熱的方式 記得多喝開水 然後多保養你的肺筋 我們下次再一起練習囉 掰掰